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比特币近日坏消息频传,像是被爆出南韩交易所BitFenix遭骇客攻击,德州大学研究发现,2017年比特币价格大涨,恐为人为操纵等负面消息。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投资人对比特币趋之若鹜,这现象让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卢利·埃尔·卢比尼,Muriel·Robinley之呼,那些不顾比特币6个月惨跌80%还要买的投资者是疯子。 但对于财富店集团,Wealth Chain Capital的执行长Philip Nunn而言,他仍看好比特币后世,并宣称2018年,比特币有机会涨至6万美元,约新台币181万元。 根据举恨网报道,Nun表示,虽虚拟货币走势与市场情绪有高度相关,常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坏消息,造成市场波动。 但他认为,区块链技术具有颠覆各行各野现状的革命性力量,像是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,对冲基金,都纷纷开始投资虚拟货币,因此能对比特币前景抱持乐观看法。 根据CoinDesk数据显示,台北时间金,17日下午1点整,报一比特币兑6509.15美元,约新台币196131元,跌幅0.35%。